各位同仁请就座开会 向大会报告 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质询 第一位由王议员要喻 质询时间45分钟 议员请 谢谢大会主席抗议长 高雄市城市长 以及市务团队的各位局处长 还有议员同仁 媒体女士先生 还有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有关这一届第四次的总质询 那本席也列出了 我们总共有六大议题 要来向我们陈市长 所率领的市务团队来做质询 也要求我们市务团队 能够重视我们地方的一个发展 让议员可以为民喉舌之下 来把这个各项的 各项的市政来做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 来改善跟建设 那首先 啊本席有准备了这个powerpoint 要来让我们市务团队来了解 那这一张是我们103年 104年 那针对肺癌 支气管癌 等等的一个死亡率的 标准化死亡率的比较图 那本席针对了 我们总共高雄市有 有工业区的 重大工业区 林园区 大辽区 小港区 大社区 人物区 那另外三年区是纯粹都没有 没有石化污染的一个 一个区 来做比较这六个区 那目前103年104年 蓝色的是103 红色的是104 你看现在林园区的 啊这个是高居 我们高雄市的榜首 在肺癌跟气管 支气管的部分 标准化的死亡率 这边总共有 啊今年度104年 就去年就37.6 那103年是36.6 大辽也是很高 哦 整个我们石化工业区的都是很高 哦 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得出来 石化工业区的一个影响到 影响到我们居民百姓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危害 来接着这个是肝癌肝内党管的一个癌症的一个标准化死亡率 那这个也是一样103104 林园区的部分也都35以上 都35以上 那大辽区大辽区小港大社人物一样哦 人物这边又更高39.2哦 啊所以在整个由这两张图来看 真的我们高雄市要加把劲 因为整个我们高雄市在带动工业发展 那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基民基民的居住环境正义哦 所以这一点哦 也要请陈市长哦 来 再加强看怎么样来做啊这个空屋的房子 然后再针对我们的一个居民的一个他的身体健康来把关哦 那影就衍生下来你看我们这个这个就是从林园石化工业区之前的一个跳车的状况哦 真的真的非常恐怖影响到民众健身体的健康 然后由由到上一刚刚那三张图片我们可以来看到说 要推动我们整个石化工业区的健康风险评估及健康检查 那这一点哦 说到这健康检查到风险评估哦 那本期也要跟陈市长哦 来做complain哦 你看99年起啊 小港区流行病学及健康风险评估计划已经进行在99年哦 那时候99年就临海工业区因为那时候县市还没合并嘛 那小港临海工业区就已经在做99年临海工业区居民健康风险评估计划 然后在人大工业区当初99年也是在高雄县时候那人大工业区 由城大环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也是一样执行健康风险评估计划 那我们市府的卫生局委托美和科技大学是进行左南人大石化工业区的居民健康风险评估 那林园跟大辽呢来林园大辽到现在都还没有对居民做健康风险评估计划情何以堪啊 所以刚刚那个刚刚那个癌症的标准化死亡率 我们来看得到目前的健康风险评估并没有把林园跟大辽放下 这真正寄付我们住在林园跟大辽所有的这些居民 所以在这里本市在今天这个议题也要特别给丹市长了解 你看这真正很严重的 这健康风险评估怎么会林园大辽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做 那接着下来再看到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云林县麦辽香桥头国小许处分校 也是一样他学童验出 他的尿医中啊有绿乙烯的代谢物流带二乙酸就TDGA超高嘛 因为这样才知道说他的肝功能的指数都异常升高 他也是就是这健康风险评估健康检查才了解啊 他如果没做分岭没做也不知道呢 所以在这里我也请教过教育局 在教育咨询那教育局长也说那那这个也不是这些 你啊也要事务单位或者是工业区来怎么样来做这个健康 风险评估的一个一个启动跟健康检查 教育局嘛不过都会处理这个环节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相关单位应该要动起来 那本事要讲的不只我们血统检验啊 所有的居民居民都要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的健康检查 因为你没有启动这个机制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你住在任务住在大寮 甚至住在任务大车 任务大车跟左南地区那时都有在启动啊 刚才任务大寮没启动 所以在这里哦 是不是有这里哦 可以来请我们的丹市长 针对这个健康风险评估这个议题 以及任务大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哦 这个来请丹市长来做一个答案 请市长回答 谢谢議長 啊 谢谢王議員 我想任务工业区在一控二一控三 那两年 经济保障业区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我觉得任务院所说 如果说我们在丹工业区这个地方 虽然不是我做 但是政府都要省大 对啊 我同意说 现在我们任务大寮地区 就是说尤其是我们任务这个地方 造化业在那个地方 可以说是全改丹 会有点是最严重的地方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我请卫生局 我们环保局来找工业局 找工业局 和中友来讨论 中友问一年 都有相当所需的回馈金 这些回馈金有些是地方地方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这个回馈金 我们应该跟中友来讨论 应该对所有在丹工地区 我们的乡亲市民 对他的登记以来健康风险 到底他的那个 有可能可以穿成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两款要是重点 所以我想我会请我们环保局 尤其是我们的环保卫生单位 我们立即找中友 我们跟中友董事长 然后跟工业局来讨论 那我会觉得说尤其是在我们的铃眼地区 也是靠近我们大纳薄红碧头 这个地方我们同样的地方 是不是对他的健康风险可能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没有必要 在进行的健康检查 我们认为回馈金用在人民的健康使用上 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好 陈市长 另外一个部分 我也要求我们的区长参与 好 那这个机制什么时候可以启动 没有 我就先请他们 我希望他们 因为今年这个年度的预算到今年到12月都差不多结束 但是我请我们的环保局工业局 那如果我们到中央开会 那尤其是我们每个礼拜四都会到行政院院会 那我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就随时找我们的工业局 经济部工业局 中友公司陈董事长 我们继续跟他沟通 好吗 安庄我们会让议会 包括王议员等等 我们会让大家了解 好 谢谢 就是因为没有把林园大辽漏掉 没有在整个这个健康风险评估计划 会有很多基民 癌症 现在一大堆 这就是一个 刚才在国工业局 在这本社会带我们国工业局 所有的基民 所有的基民朋友 来向我们市政府 来提出非常严重的这个空气 这就要迅速来处理 就是因为 因为刚刚讲的 就是因为 我们住在国工业局 有卡到这个空气污染 我们现在有一个议题 就是针对千春的议题 那目前 在上个月 林前院院长跟市长 有到 鳳鼻头 大林埔那边 来针对大林埔的千春计划 针对这 这大堆 大堆 和鳳鼻头 这刚才有六个礼 六个礼 六个礼 那这个 刚好中油大林厂在这边 台电 火力发电厂在这边 中钢 中船 都在这 林海工业区 好 那当然在这个千春议题 中央跟市长也是非常重视 可是 在我们林原 他们刚才市长有说到 这个大堆 这过去就林萌了嘛 这里就是林原石化工业区 那林原石化工业区 这个面積 这全部都是林萌造化 这条是高平客 这条是台湾海贴 在这个林萌造化工业区里面 在这个角落 这个高平市的出海口这个角落 这有四个例 这四个例就是 东山 西山 中山 北山 山的地区四个例 四个例就被包围局限在 这个海边的一个角落 这刚才我工业区 全部都包起来 那最近在讲的五湖里 五湖里有五个林 五个林就在这边 林原 这个是台磁溪县 刚才在这 五湖里这 一少数 他这也是工业区包起来 这刚才五个林 不是全部的五湖里 五湖里是到这边 那只有到这边 台湿西县的附近 这就五个林 这五个林 五湖里的五个林 已经启动 已经在谈 如何牵村 那上尾地区到这都没有了 所以在这 那 本社会要求说 既然 我们的大林埔千尊议题 都已经启动了 那上尾地区 这真的很可憐 如果市長有能来参加 看来 来看 我们的主要倒楼 为我们的台十七线 还是台二十五线 总之外 这次到山北重来 你看 整个山北重来 倒楼射掉 这就是 这就是 石化工业固的旁边 逃生道路 这沿海的逃生道路也没有了 这真的很危险 所以在 之前的这段 本社就在说 这个山北的地区 如果 石化工业区发生 发生一些公安事故 甚至火灾 这些基面 没法走到外面这条道路 因为 这一条石化区的另外的道路 他如果要进来 刚刚弄到这些 发生公安事故 一定要怎么 像村内这些小条路 村内小条路 如果资不出 还要像台湾海峡 和高平西这两个所在可以走 所以是真的非常 应该要千村的议题 也要把这边来纳入 所以在这 本社就针对这个 重工业区包夹大林埔 重工业区包夹大林埔 那中央重视千村问题 可是也要一并 把五湖 上围 四个里 总共这边的千村计划 一并来启动 这是 我这 你问到 你问到这个 担拉部的 的经营也很像 也是都这临近 就是一线之隔 就是工业区啊 住宅跟工业区 刚好一线之隔 所以在这里的这个 千村的计划 是不是 你这担市长 可以说 担对 现在大辣部在 市长 是不是我们的五湖里 和三月四月里 可以 一并 来把它做一个计划的推动 来请市长来答复 请市长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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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辣部的千村 当然 这次的使徒弟 会了解 大辣部的乡亲的议官 这要尊重 千村不是说 要千村就千村 我们的住民要有共识 第二 我个人也是一个 治医環境的正义 我们五湖里五年这个部分 其实是非常严重 但是我要跟王岐阳 事实上也清楚 这已经说过很久了 但是这个问一遍 在协议架构的时候 有人答应 有少数人 警察反对 从这个部分 我是五湖里这个部分 我专门帮到那个 中游担当署長 我是觉得说 如果家庭也不差很多 我希望他可以 在五湖里五年这个部分 尽量重宽 尽量跟帮忙 但是我看到 这也是有一定的公道的标准 如果住民或提出 就是说 他那样的超过 一般大家 都感觉这样 就没办法接受 这样就哭笑 我的想法是说 如果基于环境的正义 我们支持 在这个部分 可以前川 前川这个部分 来报 或是没共识 我也是都用很多时间 精神高通 再高通 我也知道 在林芳地区 林台华 立委 他也是对这个部分 大家都在那儿 协讯很多 我相信 我们有帮助 中游的当署長 我会再一次 我想 他总是高雄市政府 对我们林芳地区 我们要很了解 我会尽量 请他帮忙 天改当 我看到 王議員的意见 今是包括 我们参加这个部分 就要参加这个 那些市立有千川的意願 千川 这有感情的问题 文化 周先流入 很多问题 也不是说 那么简单 我会看下去 如果我们参加市立 还是有千川的意願 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 不然就说 政府给你破签 共识 这也不好 所以说我会看到 我们大家有议官 尽管你做一个交通的交流 替我们这些乡亲 政策应该有的共识 这样好吗 因为之前在高雄关 有去调查过 这里有董事书 这里有董事 参加四川 四川有董事 已经有差不多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所以这个千川的意願就是很大 这样很好 我也会把这个部分 来跟工协教 再来讨论 当然 他跟我们的団子部千川 又不太相同 所以说这就是 不是说可以一起来 因为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 千川的二地 西地机关 不一定都很相同 但是我们尽管 一直在这个过程帮助来处理 用这个计划嘛 好 好 谢谢好 那感谢丹市長 针对这个 我好理 任问的我好理和参加 这些这个回应 相信有丹市长这些回应 让我们的 我们任问这些基因 尤其是待在参加到我好理 可以说大家有一个保障 那感谢丹市长 未来 我们希望说 可以继续有一个 具体的计划出来 我们接着 就是在针对附证的一个 资讯系统 在这里 这个附证的资讯系统 在 本社的 这个附证 在做第一条 打破院的时候 针对那些计划 在调查 那些标准化死亡率 这些 真的 他卫生局 他也没法 他是分一个 分了 这个 我们的癌症 可是你要分析到 这个 这个 这个离 这个离 有二十四里 对一里 人数最多 他的死亡原因 我现在 没有记载 附证是 像记载 死亡 除户证明 就是这样 可是你如果可以 在附证的一个系统 那就是 在登陸的時候 在登陸也一併 它這是癌症死亡 是什麼樣的癌症 是呼吸道的或者是肺癌的 肝癌的 最先把附診這些架構 因為我們附診已經都資訊化 做得很好 做得很成功 我們的全國附診可以串聯 可以針對這些死亡原因 不然衛生局都是事後 他在跟附診掉死亡的一個總數 不過這也是只是註記 是說死亡 並沒有寫到說核種病變死亡 那衛生局 如果接到統治是醫院 醫院跟他說這個是癌症 這個是車禍 不過那種資訊有時候不一定 非常完全正確 也是保證的最正確 所以在這裡本社會希望說 保證的資訊系統要建置更完善 來做一些統計 資料 讓以後我們事務單位也好 我們的公部門 來可以更詳細的了解 健康的資料 這都還不然另外 再加一些系統出來 這現有現有的系統 即使我們附診人員 我們就是要 要再加一個註記 就是他死亡的 這個是哪一種原因死亡的 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民政局長 將對我們的附診系統 這個資料 我們來做建置 是不是請我們的局長來答覆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王議員 對我們佛政加註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第一 法律來說 我們衛生局 可以跟我們佛政 討論 相關的死亡資料 這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個議員有在說到這個 是不是可以加註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加註的內容 跟範圍 這是由內政部這邊來做規定 我們會交這個議員的建議 不一定要我們來跟這個內政部 來跟他們這個拜託說 或跟他們要求 說是不是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個案的情形 還是這個 是不是我們有可能來做這方面的註記 但是就是說 上次也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現在的加註的註記 其實在我們衛生這個系統裡面 其實已經有很清楚的 這個上次這個記錄 所以屬實上 也不一定要透過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註記的部分 所以我們每年 我們都有十大死因 這個統計各方面 這在我們衛生局那邊 它都有非常上次這個記錄 但是議員所建議的 我們再跟內政部很建議 因為郭君 是 剛才本書在說 我們如果透過附贈系統 不是只有整個區而已 它可以整個離 好像林園區有二十四個里 啊 散衛地區是 集法工業區那裡 啊 村的 村的就是非工業區啊 啊 我們來瞭解 工業區這些里的民眾 他的他的他的 他的到癌症的這個 這個機率 跟一般 不是工業區的里別 要來做一個比較嘛 啊 你沒有這些數據 根本無從比較起啊 剛才議員補告 因為我們在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要註記什麼 可以註記什麼 不可以註記什麼 這個環境 內政部嘛 我們 啊 在這裡 這個議題是捷運延伸 喔 在這裡也要先把我們 檔市長喔 啊 啊 來 來 公費啦 因為我們的高雄捷運 這個路律延伸喔 啊 已經這個過關 在這裡 喔 我們的這個 這篇自由時報 十一月二月報的這裡 喔 就是 這個 我們的鋼山站 第一階段鋼山站 喔 預計啦喔 在一百零九年 可以完工通車 然後第二階段 啊 就從鋼山 再延伸到陸竹大湖站 喔 預計在一百一十二年動工 一百一十六年全線通車 到時候 渴望帶動蘭科 七千億元新增設 新增的投資 跟七千人的就業機會 喔 在這裡喔 所以在這裡 啊 本席啊 感覺說 檔市長也很用心啦 畢竟喔 啊 由於我們高雄市 又繼續 競出這個捷運啦 現在喔 我們要說的就是 檸檬啊 檸檬 檸檬這條高價 啊 也是要比較我們的路主 這個高價捷運 這個喔 這是檔市下 什麼時候 才能爭取到位啦 喔 總共有小港到林園的這個 紅線 紅線的延伸啊 還有一條是 大寮林園線的 局線的延伸啊 喔 我們的捷運 捷運的路線到小港就是紅線 紅線到那邊就停了嘛 齁 才差一個十一十一點多公里 然後 局線只有到大寮也就停了 大寮到林園也是大概有十一點多公里 所以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 如果串連起來 我們的橘線 紅線 整個 這些小港 林園 大寮 喔 這些周邊 這些都沒有發電 所以這個捷運 未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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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高雄市 我們的市長 以及市府團隊 要在極力爭取 在這 本市 立這個 目前 鋼山捷運第一階段 齁 他的距離是一點四六公里 經費是三十點六億 好 那第二階段 距離是十一點七五公里 經費呢 要兩百七十二點八億 這也是高價捷運 就是做高價的 好 那現在 捷運局提供的 小港到林園的高價捷運 齁 大概 本市的資料是十一點多公里 他的捷運局 給外賓十二點六 不知道是怎樣 再多一公里出來 這不知道 局長 你們提供的數據齁 真的要找 要查清楚齁 這個十二點六 可是在 之前 兩個月前 本市在議會開公聽會 十一點多 那時候是 捷運局給我的資料十一點多 現在變十二點零六 好 那十二點零六 是兩百二十一億 好 兩百二十一億 你看 這些經費都差不多嘛 你如果十一點七五 兩百七十二點八 你問更少呢 兩百二十一 好 那我們來比較 來比較 這個連產值 連產值 連產值 那你看 小港到臨原 小港 未來 現有 先講現有 有臨海工業區 臨海工業區 它的產值 就九千一百三十六億 臨原工業區 它的產值 這都是工業局提供的 這個不是亂寫的 臨原工業區有兩千五百億的連產值 好 那帶動就業機會 臨海工業區有四萬零七百一十七人 那臨原工業區有四千五百三十二人 這都是 常住人口 就是在工業區上班 沒有包括承包商 一些佩工的 保温的 油菜的 土木的 沒有包括那些流動 如果再加上那些流動 又不止這些人數 這是 這就是現有 那未來呢 未來 南新自由貿易港區 就業未來如果推動的話 也有大概六千人的就業機會 那產值呢 產值還沒有估出來 那再加上 第六貨櫃中心 現在都在建設當中 三百九十億元 那有兩萬七千人的就業機會 另外南新流艇專區 有一百億元四千人的就業機會 如果比較這些經濟效益的話 也不輸給岡山路足斷 所以要比較說 這個經濟上也沒有比人更多 這個 經濟產值 經濟產值也不輸給岡山路足斷 所以既然岡山路足已經通過 那為什麼零元到現在還沒辦法通過 在這裡 這就是九月二十一號開工廳會 大家永遠發言 平面輕軌不適合跑台十七線 一定要走高價捷運 地底下 地底下真的會碰到石化管線 那我們就做高價捷運的方式 用工程的手段來克服 這也可以帶動地方的一個發展 也可以讓這個高價捷運 讓我們的交通便捷性 那這個台十七線 又有那麼多的油罐車 化學槽車 有這一些重型車輛貨櫃車卡車 一大堆 真的 公務局常常在說 啊這路面湯那邊 因為這裡的車輛太多 你看這車輛就夠到路的盤子 你看這條捷運 平面輕軌在這裡走 難免 兩天如果發生車禍遜過 這整條台十七線都動彈不得 而且又危險 因為這邊石化工業區 太多化學槽車 所以在這裡平面輕軌真的 不適宜 繼續延伸到林園 我們要規劃一定是要用高價捷運 好 那這個以上就是針對我們捷運的 啊這個議題 啊 市民請我們 啊 市長喔 鑽市長喔 占對我們林園這個捷運 來努力一下 請回答 謝謝議長啊 謝謝王議員 啊 林園 就是高雄捷運 要延伸到林園 啊 我想我們林園地區 包括副議長 所有的議員 大家中後都會問這個問題 我是跟王議員說明 就是說 我個人認為這條捷運 這條捷運 這條捷運 延伸到林園 不管是紅線 不管是局線 不管在大樓那裡 還是在小港那裡 它那裡都有林海工業區 各個工業區 未來就業的人口產值 都是一個非常正面的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用一千萬 中央大概出了八百四十萬 四十 村的高雄市政府 就是用專業上去做 規劃評估 不管是重量輕量 這個部分 他們到底兩條 剛才王議員 很多意見 我覺得也很重要 我信賴專業 因為這種捷運的部分 我們就讓專業去做一個評估 我跟王妍說 我想在過去 我們高雄建輪延伸到入住 我們給他退27年 經過15年 這樣這麼拚過 在過去的政府政黨輪替幾乎3次 所以我會覺得 因為這個經費都是幾百億以上 但是我跟王妍說 我希望這個部分 跟我們未來國家 在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 我們必須把它連結 跟我們未來重要的就業 要把它連結 所以我們一定會努力 所以我們經由專業的評估以後 那我想我個人一定會為這個部分 繼續不斷跟中央說明 這一條捷運 對未來 不管是我們林港工業區 未來的綠色循環園區 未來說我們的修港 我們第六貨櫃中心 對 我們港口的發展 這都很重要 對我們林延地區 我們現在林延地區那裡那麼重要的石化園區 我想有將近四五千人的就業 我想一個便捷安全的交通 當然很重要 所以說我跟王妍言說 希望這個專業的評估 我們接應局趕快開始 是這個部分 因為如果有這個一算 我們就公開招標 專業的評估 我會不斷努力繼續爭取 好嗎 謝謝 謝謝 市長 就是 本期把這些列出來 市長也看得很了解 你如果說像這裡 全部這個產值 經濟產值 就要 一兆 一兆兩千多億 所以真的 我們這邊的經濟產值那麼高 所以不應該到現在捷運 還沒有延伸到這邊 在這裡請我們 檔市長跟我們的市府團隊 繼續來努力 輕鬆把這個捷運 不然我們高雄市的捷運 永遠就是沒有辦法很便捷 接著我們來針對 這個林源的海岸線 海岸的一個呼籲計劃 海岸線的一個規劃 在這裡 水利局也 也非常積極 在今年的十月 我們的這個評估報告 初步的評估報告 規劃已經出爐 在這裡 就沾對說 你問這條海岸線 八公里的部分 目前要先 先來做兩公里 兩公里的一個規劃 就是從中雲港 中雲港到港埔大牌 加大概 還有包括 四地公園 CC 塞克四地公園 全部這裡兩公里 這個是列為第一優先的一個 在這一期的 初步規劃報告裡面 那如果 這個如果做起來 當然你看 就可以把這些管線 來做收納 也可以 我們的公務局 我們的都法局 來配合 把這一條 把所有提防 提防以後完成了以後 那旁邊的這個道路 也要一併 來都市計畫 變更 因為現有的三米道路 真的沒辦法 來讓這一邊來做 做一個進出以及發展 我們剛才說到石化工業區 現在我們的居民要走的道路 就是這三米道路 真的都很矮 那真的石化工業區發生災變 他們要走就是由這條路 如果直接走不出 就是像台灣海峽可以跳 所以真的 真的這條道路 一定要開闢 那怎麼開闢 剛好我們水利局有這個 林園海岸呼籲景觀改善工程 那這個海岸把海堤來做重新的改造 那當然可以解決管線收納 也可以把這條道路來都市計畫 那公務局配合 新公主來規範道路 這樣啊 也可以解決這些管線問題 讓我們現在海洋局 常在頭痛的這個 我們的養殖登記證 也可以來一併來這邊考慮 加所有養殖戶 都可以取得養殖登記證 這個是在水利局之前做的 把這些所有的養殖管線 都把它納入 我們這個新設的海堤 那上面還可以做景觀改造的一個 一個景觀平台 唯一就是道路 當初在兩年前水利局做完 當初我們公務局都發局 沒有配合把這條道路 來做一個都市計畫變更 沒有開闢 所以在這裡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這條道路還要做 這如果養蝦場的車進來 他要進來要來進蝦仔 蝦仔 還是蝦仔 都躲在這裡 整個都躲在這裡 他們都要利用半夜三點進來 沒有半夜三點的話 平常白天 這些車都動彈不得 所以說在這裡 林園海岸線 在這個都市計畫道路 目前這一條都市計畫是四米寬 這一段 港 港埔大白過來這一段是十二米寬 接著八米寬 然後來到實地公園旁邊 實地公園旁邊 這個塞客這裡 十米寬 四米寬 八米四米 一直到中英國中旁邊 是十五米 中英國中旁邊十五米 三位這裡 四米十米 這一起都市計畫 現有的都市計畫道路 這條八公里的海岸線 如果把它開闢完了以後 也可以都市計畫 我們的都市計畫 也可以把這條道路規劃出來 所以這一點 是不是請我們都法局長 可以跟公務局 纖維這條道路 這條道路 現在水利局 他在撒下這個 兩公里 可是一併我們這個八公里的 這個都市計畫道路 要一併來把它考慮進去 來做 做這個都市計畫變更 是不是請我們這個局長 都法局長 沾對這個都市計畫這個道路 這來努力一下 來請簡單答覆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王議員 我想王議員提到 關心這個林雲海岸線 跟他的周邊的道路的 透寬以及開闢 他是一個整體性 跨部門的一個議題 目前就像議員所說 水利局有把一個 初步的評估先做出來 但是他因為他涉及到 一些私人土地的徵收 大概佔了整個 包括海岸提防線 跟道路大概有45%以上 另外涉及 假設像議員所提 就是把他全線 用12米來拓寬的話 會涉及到民房 有大概80幾棟 所以他還有很多的議題 包括剛剛提到以外 另外還有海岸提防安全的 跟道路的工程設計 再來就是 目前這些經費 也還有待我們來去看看 有哪些管道可以爭取 當然最重要就是 有一些公益性必要性 這個都會涉及到未來 我們再提都市計畫變更到 市都委會或是內政部都委會 這些東西如果都沒有談妥的話 我想委員會不會得到支持 不過這個事情 因為市府市長已經有 之前已經有請我們市府的副秘書長 就這個議題一直持續都有在造極相關的局處在延商 那我想後續這個東西我們再來評估努力看看 好局長 那就 這個一定要把它做一個開發 這個都市計畫 你如果沒有幾個 只要說 我們的水利局把這 海堤新建完了 可是旁邊道路還是很窄 而且都市計畫 根本的 不符合現在的都市計畫 你看這個是當初以前 這裡都用4米8米10米 這一條台17線 台17線是在這邊 可是這一條可以當作是連外道路 這條如果不開 聯盟10米里的沿海部落的居民 你看真的他們要出來 都要走山中 道路才有辦法走來台17線 你如果這條遠遠到鳳鼻頭 就可以接台17線 接以後未來的國區 所以這條道路非常重要 這如果做起來就像家庭的那個 冰海公路 所以這個做起來也可以欣賞台灣海峽的美景 所以這點請我們市府團隊 再來努力 接著這個也是高平溪的出海口 高平溪出海口 這裡是屏東縣的提防 這邊是高雄市的提防 這邊是林源工業區 這邊是林源工業區 在這裡 山北在這裡 這裡出海口 那以前 以前在余晨月營當縣長的時候 那時候來拼蚵仔街 那時候高平溪這裡 最大橋在這裡 雙岩大橋 下面這裡 以前都違規的科架 那時候水力局長 還在水力局也都有印象 這裡都拼蚵仔街 都拼得清潔溜溜 那時候的水流就很順暢 那時候的水流大概在這個局限 這就是以前的水流 你看以前的水流寬度 那現在的水流是怎麼樣 是變黃線 黃線 市長你看就知道 比黃的 黃的就是什麼 已經 這個 溪水已經穿來到林源的提防 所以當初雙岩大橋 這個橋頓會被沖垮 這個提防會潰堤 就是這樣 因為 長期我們水力署沒有輸菌 沒有輸菌 現在屏東這邊 本來它的水流 是在屏東這邊也有 現在變成什麼 它這裡都 屏東 這裡都併了一個腹地出來 都照腹地 都預計了很嚴重 腹地照出來 這裡又可以做 屏東這邊可以做 你問 你問的 這個腹地這裡 這裡整個 現在都吸水 你看到的這個 這水流 那中間是高雄市跟屏東縣的 這個 分界線 高雄市到屏東 以前的水流是大概是 兩個管市的中央 現在是已經走來這裡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個 上次在八八風災 已經 雙岩大橋斷裂 林源工業區這邊潰堤 萬一 如果再沒有輸菌的話 難免說 再 再這個 我們的高屏西家 再出家 又再把這裡沖垮 沖垮 石化工業區 又有複雜的危險 所以在這裡 水利局長 這方面 來簡單答覆 怎麼樣 跟中央水利署 針對 我們這個河道 河道怎麼樣輸菌 這不能說放那 他只做 這個 旁邊 旁邊做一些 燃砂 就是一個 硝波塊的一個擺設 不過硝波塊 之前做的 七道硝波塊 也被沖垮 來 聽我們局長答覆 來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王議員 那其實整個高屏西下游端的 這一個 那個浴機的狀況 還有侵蝕的狀況 就如這張 航照圖上面所顯示的 這幾十年來 整個 深潮的部分 一直往高雄市這邊 沖刷 所以整個高雄市這邊的 這個沖刷的深度 已經往我們的這個 提案的推縮 大概推了大概 100公尺以上 那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這幾年 都有持續跟 企業局這邊反映 那我們也有發文 像今年的 十一月底 我們有發文給企業局 就是加強這個 高密西下游端的整個清淤 那不只是這個地方 我們整個上游端 像六龜 山林等等 老農西 旗山西 我們也有要求 這個企業局這邊 加速清淤 而且市政府這邊 水利局 還有區公所 都有來協助他們清淤的工作 那大概這一段 就從萬大橋下來 這一段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清淤啊 這個部分 我們因為十一月底 才發文給企業局 那一般他們都是在 迅期前 也就是在明年 四月底前 他們會做清淤的動作 那跟水利署那邊企業局聯絡 看什麼時候可以清淤 我們也可以到現場來 來看一下 好 謝謝 請坐 接著 在公務局部分 我們鳳林二路 三百八十一項的拓寬工程 這一邊 在大寮的內坑裡 這邊有一個 魚種工業區 這個工業區 這邊 是我們 政府規劃的一個 魚種工業區 這裡都工業區密密麻麻 可是它的道路 它的一個連外道路 它是計畫寬是二十米 長大概只有九十八米 就接鳳林路 後面是台八八 這裡 真的 交通瓶頸 所以請我們公務局 沿對這條路 要來 緊急來開闢 不然這個地方 這個工業區 這間 保護這間 這間是在做全世界的一些 飛彈彈頭 還有包括一些什麼 裝甲車的一個車身 結果 都接著一些德國 跟外國廠商 說你們台灣的工業區 怎麼這個道路那麼窄 看到 真的 我們的文明都沒有了 所以在這裡 這個才 就九十八米二十米寬 請我們公務局 這邊來 來努力 還有中莊里 自強街七十六項 這個大概只有一千零五十七萬 就這一段 自強街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七十六項 三十三公尺 如果沒有打 打通的話 在災害時 不管消防車什麼 都沒辦法進出 所以在這裡也請我們指定 沿對這兩條路 請市長回答 謝謝 我想這個部分 牽涉到安全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來評估 包括它的經費等等 或是公銷 包括安全的部分 這個地方 這個我來評估 好嗎 看廣東是多少錢 這個部分 我再來 好 我們 那個是不是公務團隊 評估以後 就交給市長 我來看一下 努力 好嗎 謝謝王議員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 謝謝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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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王議員